美女或者老虎 大结局 故事简介 在很久很久以前 一个未开化的国家 有个原型的竞技场 国王审判犯人的方式 就是在竞技场内一扇门关老虎 一扇门关美女 一切交给天决定 国王相信如果犯人无罪 他应该有幸选到美女 选到美女的人可以带着美女远走高飞 过着幸福的日子 选到老虎的人就要被老虎撕碎至死 国王有个美丽的女儿 偏偏爱上平民青年 国家规定王室和平民相恋是有罪的 所以国王发现后愤怒不已 把这个青年抓到竞技场 同样的 一扇门那关老虎 一扇门那关美女 无论他选择哪一个 都不可能跟公主在一起 这样国王就放心了 全国的人涌入竞技场观看 国王在场 公主也在场 公主事前就运用人脉得知 哪一扇门关老虎 哪一扇门关美女 她苍白着脸看台上 青年望了她一眼 她知道她一定知道那两扇门的秘密 她渴望公主给她一个方向 给她活路 公主在心里挣扎万分 她认识门后的美女 是宫中最美丽的女仆 她无法忘怀相爱的点滴 无法接受她与美女远走高飞 重新生活 却也不愿看到爱的人死亡 所以她想了很久 终于为止向右边的门 青年于是慢慢走向右边的扇门 所有人都屏息一带门打开的结果 大结局 青年知道她将和公主结婚 无论她走向哪一扇门 她站定在右边的门口 右手很有自信地摸向门把 但她不像大家预期地扭开紧闭的大门 而是抓住门把不放 在众人纳闷中 她的左手开始大力扣门 如果里头是老虎 听到扣门也许会大吼一声 但绝对不会开门出来 如果是美女 那么除了可能硬门之外 也可能进行开门 她抓住手把不放 就是怕她开门出来 那时她就非娶她不可了 青年希望利用扣门之后 得到的反应 来判断右边那扇门后 究竟是美女或老虎 但她失望了 没有人应门 她没听见老虎的吼声 也没有感到有人试图转动门吧 国王此时得意地冷笑两声 为了隔绝大门内外的声响 她早已令人在门内铺上了羊皮 青年并不灰心 她瞥见大门下上流些许缝隙 立刻从怀中掏出一张极薄的信件 从门缝下塞了进去 信件上写着 请开门和我见面 老虎是看不懂信的 所以如果门把被尝试转动 那一定是美女 她紧抓门把 却迟迟不见反应 青年于是走向左边那扇门 小子便宜你了 国王恨得牙痒痒的 如果不是怕里头的人闷死 我连这点缝隙也不会留 可是你至少没能娶我女儿 青年从怀中又掏出一张信件 塞进左边的门缝 这封信件上说 请快逃走或躲藏起来 如果我开门见到你 公主就会因嫉妒而把你杀了 青年等了一会 大胆地把门打开 里头空无一人 慢着 此时青年转过身来 做事要包厢内的公主过去 公主会过以来 立即直奔敞开的大门内 把门关上 然后青年再把门打开 故事的结局 是青年和左边那扇门后的 美女结婚 而这个美女 就是她心仪的公主 后继 美女或者老虎 的作者法兰克什塔顿 Frank Sturton 是要大家猜公主 究竟要她的爱人面对美女 或面对老虎 故事精彩之处 在于没有结局 百年来 大多数的人都猜是老虎 因为不相信公主 对青年的爱 会战胜她的极度心 和战友谊 在这个结局里 公主的确是指向老虎 但那是出自极度 还是她对爱人的智慧 和勇气的信心 你以为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